音樂發聲同書 一近本書這個位置就有音樂 音樂 其實這系列的書的靈感 其實是來自我們的小朋友 小朋友他出生 沒多久我們就讓他聽音樂 讀很多故事書給他聽 我發現他很多時候聽音樂都會笑 一聽故事都會卡卡卡的笑 有沒有辦法可以把兩樣東西合在一起 不如介紹一下這系列的音樂發聲同書 第一本其實就是這本 裡面選了我小時候自己都很喜歡聽的歌 小邦那些很有名的鋼琴歌 選這些音樂的時候 都是著重於他們優美的旋律 特別的故事 聽音樂的時候亦都聯想一下不同的故事 每本書都有音樂 詩句或者故事 還有一些很好的插圖 很快就會出這兩本 由法國作曲家鄭桑所寫的音樂 是同一系列 動物狂歡節 每一首歌很生動地描寫 那種動物的個性 怎樣刺激小朋友對音樂的興趣呢 其實小朋友到五六歲 他們都未必 甚至家長都未必知道 他喜歡什麼 或者他的強項是什麼 強烈建議家長在幼稚園的時候 真的接觸不同的樂器 你每學一樂器都要很花時間 我建議你要去接觸不同音樂 就是去聽不同音樂 古典也好 Rock也好 Jazz也好 投降曲也好 看看他對哪些東西最有反應 小朋友的反應是很直接的 他開心他不是做什麼 他不喜歡就不喜歡 如果他喜歡那些東西 你就讓他試試學 作為家長就是 要找到小朋友的強項是什麼 亦都給他最好的資源 讓他可以一直發展下去 Andrew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 不多不少都是跟他小時候的經歷有關 我爸爸帶我去聽小禮琴的演奏 其實我已經學了鋼琴 我聽完之後我跟我爸爸說 我可不可以學小禮琴 我成了六歲 他就讓我去學 他就讓我去學 小禮琴其實比較適合我 因為這件事是不知道的 現在家長也不會知道 除非你真的讓他探索不同的東西 不怕小朋友三分鐘熱度嗎 我想每個人都三分鐘熱度 其實一開始沒有人可以很專心的 最初試當然 可能每件事都讓他試 一個月看看他喜不喜歡 那就簡定了 你要讓他知道 其實學東西真的要耐性主要是 時間其實小朋友有的 只是沒有耐性 家長可能要陪著他幾十年十分鐘 兩個月三個月 會不會有些進步 或者喜不喜歡 如果不適合的話 又讓他試試其他東西 當然不是每個小朋友都喜歡玩音樂 他的強項可能是運動 都要讓他試試 我知道我小朋友一出生的耳朵非常好 可能因為我真的讓他聽到很多好的音樂 這個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什麼為之好的音樂呢 好音樂有幾個東西 那個旋律經常都很優美 在音樂角度來說 可能看一首歌的變化多不多 不同的 又起承轉合 給小朋友聽 當然是首先聽了旋律比較優美的東西 讓他感受到不同的音樂 有不同的感情 我相信每一個小朋友 出生的耳朵 都是可以音準的 但是因為你小小 可能爸爸馬上唱歌 又不是很準 或者你不知道聽什麼音樂 他沒有聽到或者聽錯的東西 他就很難改變 比如因為海綿吸收了墨水 其實你很難變回乾淨